Hello,大家好,我是带您只打好电影的巫师 雪莱的十四行诗中有云 别揭开脸上的面纱 它被活人称为生活 上面所绘的图景并非真实 只不过是随便涂刷的彩色 来模拟我们愿信以为真的一切 而吉娜贤无眼前真实的青山碧水 憧憬于虽雾霾却灯红酒绿的伦敦宴会 曾经母亲一心将女儿嫁入豪门而费尽心机 为了给她撑场面 多年来一再举办家庭宴会 几乎倾家荡产 诺顿一生 她薄薄的嘴唇总是紧紧抿着 一丝不苟的头发终日不乱 如同她过于整齐有序的精神世界 她对吉娜一见钟情 鉴于即将要去中国工作 仓促间向对方告白 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快乐 然而吉娜迷恋镜花水月 期盼荡气回肠的爱情 对于不苟言笑的诺顿并无好感 友善的微笑背后是委婉的拒绝 互相无意间听到母亲的抱怨 冷淡无情 厌弃自己是家族的累赘 吉娜一气之下迅速嫁给了诺顿 跟随她去往中国 开始了一段毫无爱情铺垫的草率婚姻 民国初期的上海 在女人眼中满是破络 更没有她中意的钢琴 诺顿单纯木讷 以为可以日久生情 她努力讨好的举动 在女人眼里全是索然无为 这一夜她在她身上转目取火 点燃此生 然而他们仿佛总是隔着一层模糊的面上 从未走进过彼此的内心 诺顿工作之外 维一会的娱乐只有扑克牌 为了打发吉娜的空虚 她安排了周末携妻子与查理夫妇一同晚餐 男人是英国驻上海副领士 相较于寡言恪守的诺顿 查理巧舌如簧 善于斗逼 将戏台上苏三无人垂爱 罪则加深的故事娓娓道来 地银简唱一副枷锁中的无望灵魂 吉娜在台下看着 听着 自卑绅士不尽黯然 她厌倦丈夫的拘谨无趣 出轨查理成为理所当然 在一压的戏子吟唱里 自以为遇见她才是轰裂恒久的爱情 某次他们撕毁时 被丈夫撞破 一门之隔的距离却停留把手上 片刻的犹豫总是离开 留二人在房里坠坠不安 爱之欲深恨之欲切 诺顿主动申请前往霍乱横行的乡村 担任治疗医师 并以妻子通奸的丑事为要挟 逼迫她一同前往 事到如今 吉娜只好向丈夫谈牌 承认嫁给她是一时冲动 而此时她以全心全意和查理相爱 我知道你愚蠢轻挑 头脑空虚 然而我爱你 我知道你浪漫幻想 势力庸俗 然而我爱你 我知道你仅仅为了一记之思 跟我结婚 但我毫不在意 我从未奢望你来爱我 对我来说 能被赐予机会爱你就因心怀感激 李公男的深情告白并没有感化吉娜 反而遭埋怨 是她缺少被爱的魅力 更加理直气壮 爱我你就该成全我 为了让吉娜看清查理面杀下的臭陋真容 诺顿妥协 只要对方同意离婚并迎娶吉娜 自己也愿成人之美 然而注定吉娜所幻想的爱情只是净花水月 揭开美丽的情话 迎面是心虚的查理一心想找个逼人之处谈话 唯恐坚情败露的惶恐焦虑和无法掩饰的尴尬 爱到深处腿自开 趴到溺时说拜拜 女人醒来才发现 飞蛾扑火拥抱的只是一场爱的幻觉 自己不过是对方后花园中的区区一朵娇艳 心灰意冷之下 吉娜跟随诺顿前往霍乱横行的死亡之地 破旧的木屋 肮脏的床铺 僵持于冷战 伤害与报复 这是一趟惩罚之旅自虐之旅 诺顿早已做好了不回头的打算 夜晚夫妻分房而居 清晨 丈夫全身心投入到灾民的救助 他每天去查看病情 研究控制霍乱的方法 从而将妻子搁置 把他晾在寂寞冷清的空气里 不交流 不相识 冷漠的残忍和格式的绝地让他无所失从 他夫妻吃没有煮过的蔬菜 依抗议男人的沉默和冷淡 而他一陪同互相伤害着却又无能为力 在外人眼中 吉娜蒙着爱的面纱 是个誓死跟随丈夫来到危险疫区的妻子 而这层纱也横跟于他们之间 似桂林离江上终年不散的误癌 不能分开又拒绝相识 在吉娜眼中 丈夫是个恶毒之人 来自根本与伟大的人道主义无关 只是单纯想要报复自己 可当某天她在百无聊赖后 看到家门外干瘪的尸体 她如此真实而残酷 吉娜恍然明白 原来死亡距离自己的生活 竟一步之遥 在这个残酷的霍乱之地 凭病与苦痛驱散了浮躁的预念 吉娜第一次想去真正了解 自己究竟嫁给了一个怎样的人 恰恰来自修女的邀请 让她参观镇上安置患者的孤儿院 教室和病房虽然简陋 人们却都珍藏某种信念 有患者的希望 有孩子的歌唱 有高贵的事物可以投身 及那远远望着忙碌的丈夫 那个古板沉闷的男人 是如此道德高尚 让人惊养 桌前一盏烛灯 撕破暗夜的一角 令生命星火不灭 微蓝潮生 诺顿被吵醒后 依旧拒绝看她 她是她心头的那根刺 扎进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鲜血淋漓 一场寂寞 凭水素 算前言总轻浮 早知嫩的姑父 悔不当时留住 好过如今一场哭 一日吉娜再次来到孤儿院 她坚持要留下来做一名义工 为婴儿换尿布 为孩子弹钢琴 渐渐的吉娜从中寻到了快乐 而从外经过的诺顿望着妻子的侧影 被一群天使般的孩子们围绕 眼中满是初见时惊鸿一瞥 如今掀起浮华的面纱 直触她真诚的目光 竟有一颗纯善之心 溢满温乱 彼此煎熬 一招释然 她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她 她却已读懂她眼里的爱 自嘲与意志寻找都是对方缺少的品质 从而无视彼此的优点与谅解 黄班长 在旧军阀年代 具有革命倾向的新军人 他对诺顿的到来 起初是抱有抵触的 然而诺顿并没有西方人的自大 相反默默忍受村民的咒骂 坚持要封锁被污染的水源 对待疫情的认真态度 相较于百年后的英国子孙 强出何止一筹 这也令黄班长对她印象大为改观 向北洋军阀经验出动士兵帮助灾民 黄班长被夹在中间做翻译 老黄气定神贤地篡改两者的对话 达成共识 在军队的帮助下 强制将污染水源的坟墓迁移 疫情也得到大大缓解 然而本就因外国知名入侵而引发的返外情绪 更是在破坏习俗时火上浇油 冲动的年轻人对正要回家的极大围追堵截 危机关头幸好诺顿及时出现 当在妻子身前拖到军队来源 正所谓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 当涌泉相报 从冷漠 隔阂 彼此咽气 到在异国偏乡的彼此了解 在一片水墨化的青山秀水间 军人和乡民一同建造水车 无数人发一份光 然后汇成星河 解决了村民奔波打水的难题 风乍暖 日出场 翻周湖上 满地夕阳 然而刚刚相爱的二人没过多久 吉娜便发现自己已怀孕两月 起初诺顿听到消息掩不住欣喜 可当看到妻子复杂的表情 又陷入长久的沉默 她知她只是想要一句善意的谎言 可她没有勇气再辜负 欺骗 面纱揭开一脚 露出两颗真心 瘟疫成全了爱情 却让死亡逼近 诺顿终究也染上了祸了 吉娜不肯离去 执意陪在丈夫身边 男人要妻子把点滴输得慢一些 这是最后一瓶了 输完就再也看不见她了 时间从来不语 却注定了结局 诺顿终是化为一国相间的一泡黄土 死亡成为她对爱的祭奠 池来的幸福化为无可奈何的阴阳两格 只留她驻足原地 屁涌哭泣 修女的劝谏言有在而 我十七岁与上帝坠入爱河 一个对宗教生涯怀揣浪漫幻想的傻姑娘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的情感变了 她让我失望 她忽视我 我们之间已经变得漠不关心 像并肩坐在沙发上的老夫妻无话可谈 但是她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她 这是我的责任 当爱和责任合二为一 恩典便与你同行 杜伦的烟熏在纯美的山水间升腾沉降 乌浊迷散如新的面纱 而面纱后她和她的故事已没入时间深处 吉娜对生活不再困惑和迷茫 因为新的希望随暗衍生 多年后的伦敦街头 繁华落尽 若梦复生 偶然在路上遇见查理 男人嗜好 而吉娜拒绝了她旧情重燃的暗示 华丽的转身 姿态决然淡定 儿子好奇询问 那人是谁啊 吉娜不屑地说 她谁也不是 终无弱水替沧海 再无相思即无山 诺顿的爱像美丽却一世的玫瑰 只存在于她生命中的一瞬 却已是无法抹去的永恒 阴阳相隔 天隔一方 一水人去 明月如霜 万般故事也不过情商 人心的复杂 心灵的怯懦 担心被对方找到缺乏的品质 于是两张戴着面纱的脸 永远无法走进对方 古往今来最美好的爱情 无不是看清自我 包括丑陋的内心 之后还愿携手勇敢地走下去 诗意山水泼墨东方 爱你已久永不能忘 刀枪不入的伪装 终会在懂你的人面前彻底投降 感谢您又陪巫师体验一个故事 这次一定关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